一年度 他的心里有难度 他的时间不错乎 一步一步带领一切脱 中文字幕提供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星期一又是我们信仰分享篇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 怎样寻求神的心意 或者说是神要说的 尤其是现在这段时间 很多基督徒会移民过来 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 我们都需要寻求神的心意 我们也相信 就是当我们走在他心意的路上 就是他为我们预备的路上 我们一定会在当中 得到他为我们预备的 是最适合我们的路 或者是最适合我们的东西 所以这个话题 其实很重要 但是有没有发觉 在圣经里面 尤其是新药 新药好像不多 教我们怎样寻求神的心意 有没有发觉 有少量的 但是一个这么重要的话题 或者一个这么重要 对于基督徒来说 这么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他会这么少蝙蝠 或者极少 你很难想得到 是不是 可能想到一两节经节 但是为什么会这么少说 为什么我们会说这个话题 就是说 早几天我们一家 就去了网友家吃饭 那个都是大姨姐妹来的 应该这么说 作妻子的是姐妹 作丈夫的是未信主的 我们那一餐饭吃了很久 有下午12点 好像12点多 12点多 1点 吃到晚上8点 差不多吃了七八个小时 当中我们讲好 聊了很多的事情 就在饭桌那里 聊了很久 其中一个话题 就是 如何聆听神的话 对于丈夫来说 当然她很匪夷所思 她说 基督徒真的听到吗 你真的听到有声音吗 老实说 对于未信者是很匪夷所思的 就算对于初信者 要聆听神的话 或者知道神的预备 的简选 就是为我们简选的 哪一条是他的路 他的安排 他的带领 都不容易的 很难 我记得初信的时候 有一段不短的时期 糾纏在那里 当每一次我寻求的时候 究竟这个是我的声音 是神的声音 甚至是不是撒旦的声音 这样 所以都搞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我觉得对基督徒来说 是很重要 不过很有趣的 顺住多年之后 我发觉 原来圣经新约 尤其是新约 是没什么怎么说的 我会之后 会说 为什么 究竟 多多少少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 为什么我日后会说 因为我会分 四部分去说 正如我之前所说的 基督徒有四种 或者有四个阶段 原来你不同的阶段 或者不同那类的基督徒 你是会 在不同的程度 或者不同的方式去尋求神的 第一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 过往说过 第一个阶段就是 他对于神的事情 目不关心 他只是关心他自己的事情 第二个阶段就是 他为了爱自己而爱神 第三个阶段 有爱自己又爱神 第四个阶段是 完全为了神爱神 是不是 如果大家有听我之前的信仰分享篇的时候 你可以回看 原来这四种的基督徒 第一二种基督徒 你是很难进入得到 第三四种的基督徒 或者甚至第四种的基督徒 或者第四个阶段的基督徒 他们跟神之间的沟通 和尋求方式 你很难进入 正如有圣经说 苏联的人是看透万事 但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他 是不同的 所以当你在不同的阶段 你很自然地 你就会用不同的阶段 方式去尋求实 尋得他的心意 但是我这样说 都只是说大体上而已 就是说第三个阶段 有时候他都会用第二个阶段 因为都是成长过程 有时候都会用第二个阶段的方式去尋求 但是去到第四个阶段 就比较少一些 就会越来越少 出现第二个阶段 那些讨告方式 是比较少一些 但是也有的 但是反过来就匪夷所思 很难进入 所以今天就讲第一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今天我会用十个掌大麻疯的事件 来做例子 十个大麻疯这件事 我想很多目者都讲过 我今天就用它来讲一讲 今天这个题目 在《路加坊》第十七章 第十一至第十九节 我读一读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 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 进入一个村子 有十个掌大麻疯的 迎面而来 远远地站着 高声说 耶稣夫子可怜我门白 耶稣汉见就对他们说 你们去把身体吸制施刹汗 他们去的时候就结静了 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 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 又苦服在耶稣的脚前 感谢他 这人是撒玛利亚人 耶稣说 结静了的 不是十个人吗? 那九个在哪里呢? 除了这外族人 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 就对那人说 起来走吧 你的信 够了你了 那个事迹就是这样 今天想讲那九个 那九个 通常讲十个大麻疯 就是讲那个归荣耀与神的一个人 那我今天就要引用那九个 那九个 他不会回来归荣耀与神 他经历了神迹 很大机会就是因为他经历完之后 因为他只是在乎于他自己得意志 对于神的事情 他也目不关心 甚至之后他未必觉得这是神迹 其实如果你说他觉得这是神迹的话 一个这么厉害的主 能够医治他 通常呢 当我们看《四方》的时候 这些人 他很多时候会 经常跟着耶稣 留意着耶稣在哪里 之后跟着耶稣 好似是 煮饱五千人的 五饼鱼的神 那些人就是听闻了他的神 就是说他去哪里 攀山月嶺都去呢 这九个 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 都有的 我曾经都说过 我在香港的时候 很多年前 我们弟兄姊妹去探过一对夫妇 那对夫妇都大过我 那时候都大过我十年 当我们坐下来的时候 我听他 第一我这么记得 因为他的经历是比较 我觉得是比较难以想象的 我为什么这么深刻 就是他经历了一些 是我们常人 没什么可能经历得到 他试过 他几次的 最记得就是 我记得有两天 他说他跌过去 好像被人推的 跌了到地铁路轨那里 被地铁剪过那只脚断了 又到后 在高位不知看到咪 都很高 到后跌了整层楼 还是什么 跌落地 后脑着地 就进了医院 都很严重 但是安然无人 当然可以收拾一条命 不然怎么跟我们分享 但是当他说的时候 他说很着弱很开心 我经历了很多成绩 但是他说的时候 其实这对夫妇 我来探他 是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聚会 他不是不在我们聚会的地方聚会 而是他真的没有去聚会 他不是去了其他团体 他没有回教会 我一直听的时候 我都觉得挺可惜的 一个人他经历了这么多的成绩 但是他到头来 只是当他回忆的时候 好像看过一套片 很好看的片 或者说一些很令人着弱的东西 但是在他生命里面 似乎没什么大改变 这九个大毛疯的人一样 说回这里 我们在寻求神的话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觉 未信者或者初信者 有时候不知道我们 大家镜头前面的很多基督徒 你有没有发觉 都有些公认地 就是说初信的人 在祷告是特别容易蒙应运的 很多人都是这么说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除了你说为了试炼他之外 为什么呢 未信者都会的 在圣经里面 我们找到一个原则 尤其是旧约 你会多次听到神这样说 是要叫你知道 唯有耶和华是神 唯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神 一个神迹你不觉得 偶然没有什么特别 无伤大雅 两个神迹 三个神迹 越来越升级 我举到一个例子 十灾 那十个灾 他要让埃及法老 越来越摸到他的痛处 越来越重 你认为无伤大雅吗 不要紧吗 越来越升级 其实最重要 有些人说是惩罚 但我反而从正面那里看 是要他知道 唯有耶和华是神 唯有耶和华是真神 也藉着那十个灾 让普天下知道 以色列的神是真神 当以色列人进加南地的时候 加南地那些人是什么 害怕的 因为听闻他们在埃及地那里 是怎样的 听闻红海的事 原则就是这里 在我们今天尋求神的事情都是这样 初信者或未信者 很多时候为什麽特别容易蒙应运的呢 就是因为神要让他们知道 你所信的就是那位神 就是那位真的神 但是我们要小心 我们不要轻忽 我们不要经历完之后 没有什麽 偶然 这九个长大麻风 为什麽他们不会回归永遇 给神呢 有机会 他们是这样的 可能是这样的 可能是这样的 就快好了 然后再洗一洗 就洗掉那些脏子 然后吸一下新鲜空气 因为皮肤吸了新鲜空气 或者什麽事 就捞他了 没有脏子 小股感染 那就好了 如果用我们今天的常识 很容易会这样 是吧 可能也是这样的 可能是这样的 偶然 我们不要轻忽 每一个神迹 或者是神的预备 祂给我们看到 是祂 祂每一个神迹 祂告诉我们 是祂 祂就在我们身边 但是当我们一次轻忽 两次轻忽 三次轻忽 祂就会越来越重 越来越摸到你的心 以至到有一天 你不得不苦服下来 唯有耶和华是神 当然 你从负面来说 你可能会说 神懲罚 但是我不会用这个说法去说 我不认为 这个是用懲罚来说 我反而 每一次加心的时候 我反而看到 神爱你有多重 真的 你不要说 阿Q 不是 如果祂是不爱你的话 祂就放弃 在圣经里面最大的惩罚 我看到 放弃 任凭你 任凭你走滅亡的路 任凭你喜欢怎样选择 就怎样选择 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惩罚 对于人与人之间相处 对于父和子之间 你会发觉是这样 如果你在一间公司里面 他任凭你 任凭你是怎样 任凭你喜欢怎样做 就怎样做 然后又不想你 損害其他公司的利益 影响其他同事 就将你放在一个闲角 放在一个闲职 话知你怎样 将你的袋移到厕所门口 即是开玩笑 删卡了 调去边房 以前说 调去守沙头角 让你一个闲职 任凭你 你喜欢怎样就怎样 我告诉你在那里怎样 这个是最大的惩罚 因为你已经被放逐 已经不管你生死 已经不管你前途 告诉你又怎样 这个才是淫罚 所以当你看见 神不断向你伸出 祂显明的手的时候 希望大家能够珍惜 希望大家不要轻忽 神每一次向你显明 祂是神 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有未信者 初信者 很多时候 他会比较停留在自己的范围 自己的事情 对于神的事物 不是那么关心 但是在这个阶段 神首先要向你显明 祂是神 好吧 我们有些讨告 接下来我们会一步一步地跟大家讲 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 第四个阶段 你会发觉 可能你会发觉 当我越讲 往前去讲 之后那些阶段的基督徒 可能甚至乎 有点颠覆你过往 对于如何寻求神的心意 或者聆听神的话的观念 这就是我所说的 为何在新约里面 那么少会教导 一个对于基督徒那么重要的事情 而新约圣经 那么少会提导 或者教导我们 我们有一些讨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给我们 在镜头前面的每一个 我们能够有机会 能够我们一起来分享交通 你在我们身上的经历 的带领 亦都一同地来世味 圣经给我们的真理 这个真理不单纯是知识 而是能够在生命里面 能够活出来 是我们能够用生命去严正 去经历的 求你得着我们今天所说的 亦都得着镜头前面的每一个 尤其是今天所说的这个阶段 无论是未信的 或者是初信的 或者是多年信主大 停留在这个阶段 求你摸着我们 叫我们不要轻忽 每一次你向我们显明 你是那位独一的真神 好叫我们能够能够 向着你作出回应 能够起步 踏出那一步 真正的去认识你 我们简单的讨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命求 阿们 我们下一条信仰分享片见 我会分开四次 今次讲第一次 之后我会陆续去讲 那些不同的阶段 是怎样的尋求神的心意 或者是聆听神的话 下一条片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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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裡到底的根基 牠藍雲彩虹從漂浮 使牠創造生命氣息 使牠應許雜骨赤膚 創造萬物隔岸七十五 耐心等待必要歡呼 啊 耐心等待要歡呼 於家居 不再小小 日約 足夠 終環 marked 申請 野心 火 浩